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录制 牛人系列 国军中的牛人的这个系列播讲 在播讲这一期人物之前 我们首先要更正一下 就是关于上一集里边 韩富举 他的正确名字发音 应该叫韩富举 不是韩富举 那个字呢 比较生僻是举 那经常呢在网上很多时候 也会把它写成举 就是沟区的区 实际上不是区 而是应该是区 谢谢一个热心听众的纠正 另外一个呢 是有一个听众 就说能不能在播讲中 把这个谈到共产党部队的时候 不说共军 而说是我军 这个呢是因为这样 实际上共军这个称呼 并不是个贬义 共军就是共产党军队的缩写是共军 真正的贬义词是共匪 我们这边说共军 是和国军相对的 我们现在来讲历史 应该公平一点 国军和共军这两个词都没有任何的贬义 只是来代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 所以用国军和共军来进行区别 我军这个词呢 相对来说反而是有点这个意义了 我军我认为 我军这个词只有在跟谈到抗日战争和日寇作战的时候 国军和共军统称都应该是我军 这个是比较公正的一种说法 这里纠正意义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西北军重要将领 就是孙良成 孙良成知道的人并不很多 因为讲他讲的并不是在正式里讲的并不是很详细 但是孙良成是西北军中的一个重要的将领 他重要的成功达到什么呢 达到当冯玉强被迫下野的时候 他曾经想把西北军整个托付给孙良成 而且孙良成在西北军生涯中 每一次西北军的重要行动 他都是充当的是前锋的这个箭头箭头人物 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总是他的 他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很高 我们之前讲到石友三被杀的时候 说到过石友三之所以被高树军活埋 刚开始的就是由孙良成 邀请石友三和高树军一起 希望他们俩能够把酒言欢 一笑闷人愁 石友三之所以能够去赴宴 就是因为他相信了孙良成的邀请 当然孙良成是被高树军骗了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说明 孙良成在西北军将领中的威望很高 他邀请别人一块吃饭 别人都不会去推却他 但孙良成这个人呢 在抗日战争中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都表现出他的人格非常差 他是西北军的代表人物 也继承了西北军很多将领的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政治底线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为了拉部队 保地盘 什么都可以干 孙良成是抗日战争中 国军将领 祥日投降汪伟中 军衔最高的一个 这是莫大的耻辱 这就是因为孙良成在政治上 没有清醒的认识 没有大的格局观 没有大的国家观 所以才会造成他成为 被历史唾弃的最大的军事罕见 而在淮海战役里 他依然如此 手术两端 左右摇摆 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起义 却犹豫不决 最后变成了投诚 投诚以后又觉得自己地位不保 反过来又投向了 又投回了国民党的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并且造成了当时共产党情报战线上 一个重要人物的壮烈牺牲 所以孙良成最终的结局 也是非常的不堪 本来都已经投诚了共产党这边 最后反复 还没去成台湾 最后在 最后被关在了共产党 龚德林监狱里 最后死在了监狱 所以下场非常的不堪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孙良成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一时的 西北军重要将领 怎么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了不堪的结局 孙良成出生于一个军事世家 他父亲曾经就是清军的将领 1912年 他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 冯玉祥看见孙良成颇有才能 十分赏识 此后孙良成就顺利的升职 在1924年北京政变之前 他已经是升任为西北军的旅长 冯玉祥手下的旅长 1926年春 他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二次市长 驻扎兰州 当时冯玉祥的策略 是要顾干远陕 连进屠域 就是说巩固甘肃 援助陕西 联合山西的延西山 图谋河南 这是当时西北军的策略 而第一步 巩固甘肃 所派去的冯玉祥的部队 领头的就是孙良成 巩固甘肃之后 远陕 远入陕西 因为那个时候 刘正华 郑松军围困西安 二胡守西安 杨武臣 李武臣守西安 西安当时岌岌可危 那么要远陕 西北军远陕 孙良成又被任命为远陕总指挥 兼任第三路司令 由此可见 孙良成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极高 冯玉祥非常赏识他的才能 他也是能争善战 所以冯玉祥在西北军这种 完成战略性目标的时候 总是选择孙良成担当重任 先发部队的重任都是孙良成 让孙良成率领第三路军 去解救被敌人包围的西安 孙良成就带着部队一路转战 奔行千里 苦战数日 因为援军未到 所以一度在咸阳一带受困 当时孙良成就起了退却之心 不过那个时候的西北军都是配备了苏联顾问 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 孙良成重新振作 艰难突击 才得以继续进兵西安 最终在他的率领下 各部队同心协力 到了1926年11月 西安得以解围 西安的解围 从名义上 当时解围西安部队的最高领 最高将领就是孙良成 那在之后发生的中原大战里 孙良成更加显示出 他作战勇敢 军事指挥才能 尤其是指挥骑兵 非常厉害 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吃过大亏 这里我们来讲一下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呢 一方呢 是冯玉强和阎西山的联军 西北军和禁军 另外一方呢 是蒋介石的中央军 中原大战 基本上是围绕着龙海县 金浦县 平汉县 展开的 龙海县位于全局中央 金浦县平汉县 位于左右两翼 蒋介石当时认为 龙海县的得失胜负 对战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不仅亲自 在龙海县进行指挥 而且把主要兵力 也用在了这一方面 首先能打的将领 和中央军精锐部队 几乎全部部署齐舰 阎西山和冯玉强 在战略目标上 曾经把徐州和武汉等同的看待 就是龙海县和平汉县 两县兼顾 但是最终 他的战略中心 还是集中于徐州 他们任命了徐永昌和陆忠林 为龙海县的前线指挥官 龙海县上的部队 包括了进军的三个主力军 以及西北军中的孙良成 宋哲元 孙连仲 吉红昌 这些战斗力比较强的进旅 所以在龙海县上 西北军 晋军和中央军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战 双方面都是派出了精锐部队 我们之前讲吉红昌的时候提到过 吉红昌大刀队 曾经杀了陈诚的十一士 丢盔卸甲 而同样 孙良成所率领的西北军 是西北军中号称铁军的部队 他也给陈诚的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 陈诚的十一士几度被围 幸亏由于中央军的武器优良 靠着轻机枪组成的强大火力 才得以突围 当时的部队特点是 中央军射击的技术还不错 P4的技术比较差 西北军大刀刷得好 禁军炮兵比较强 不过中央军有个优势 就是有空军 制空权在中央军的手中 那个时候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 只有两架军防 中央军和东北军 中央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 五六十架 基本控制了空上的空中的情报 侦察以及空袭 制空权在中央军手里 所以如何能够对中央军的 制空权有所打击 是西北军当时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 在南风大战的时候 冯一祥指派孙良成 让孙良成带着郑大璋的骑兵部队 对归德机场实施偷袭 归德机场当时是中央军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 于是在孙良成的指挥下 郑大璋率领骑兵 急持了八十余力 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 共烧毁了十二架飞机 俘虏机师和地形人员五十余人 对于中央军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但这还没有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蒋介石当时他的专车 就停在了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孙良成指挥突击部队 在烧毁飞机之后 迅速转向 奔向了柳河车站 想把蒋介石给俘虏了 据后来蒋介石贴身为事回忆 当天午夜 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 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 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 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 但是因为没有准备 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 没法开 他的侍卫长王仕和急得大叫 说火车头在哪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 两百多名卫兵 车站上又没有其他的军队 一旦西北军的骑兵主力部队到达车站 蒋介石就有可能当场被被俘 情况紧急 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白色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批 带着几个卫士就跳下火车往东急奔 而郑大昭的骑兵部队在破坏机场以后 也曾经想向着车站方向突进 这时候孙良城已经有情报了 就跟郑大昭说 你向车站方向突进 看能不能抓住蒋介石 可是机场外边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凭借着强大的机枪火力 就把道路给封死了 而且机场周围还有带刺的铁丝网 骑兵发动了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 只能原路返回 这件事情让孙良城悔恨了一生 日后他一起一起这件事就哀声叹气 说是便宜了老蒋 他后悔说当时如果分开来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骑兵骑机飞机场 一部分去烧火车捉老蒋 也可能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可惜没有如果 你全部去了飞机场 后来没有办法冲到火车站去捉老蒋 所以只能说是完成了战术目标 却没有完成战略上这种可以有转折的这种中大机会 你没有抓住 这也没有办法 在激战了十余天之后 中央军在龙海线上全线动摇 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 眼看着形势对中央军非常的不好 蒋介石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银蛋外交 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杨永泰给他提出的禁言 对西北军的将领拿金钱收买 所以西北军很多将领和冯玉祥就开始有点貌合神离 而最致命的一击就是冯玉祥和阎西山 禁军和西北军之间产生了隔阂 禁军当时的战斗力在三方里 禁军战斗力比较差 西北军对中央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可是禁军却取得了一系列的战败 所以禁军当时情况比较危险 阎西山就向冯玉祥求援 而大部分的西北军将领对阎西山都心怀记恨 认为阎西山为人心眼多 杨老亲心眼多 而且狡诈 觉得最后跟阎西山的合作肯定是西北军吃亏 而阎西山得力 所以冯玉祥手下的这些西北军将领都看不上阎西山 而冯玉祥收到阎西山的求援信 想了很久以后 最后决定答应阎西山 在龙海线上发动全县总攻 可是目标并不是阎西山希望他攻击的柳河 而是宁领 在历史上这次全县总攻叫做八月攻势 阎西山对冯玉祥的部队西北军 没有攻打柳河而是宁领 一直是愤愤不平 认为如果攻打的是柳河而不是宁领 也许中央大战的结局就不一样 但如果从当时的细节来看 冯玉祥攻打宁领方向并没有问题 因为蒋介石中央军在宁领方向的很多主力部队都被调去了金浦县 填补空白的都为新链的部队缺乏阵地战的经验 遭到猛烈进攻以后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所以西北军选择宁领方向作为突破口并没有问题 可惜老天爷并没有站在西北军这边 而是站在了中央军那边 正当西北军准备突破宁领中央军阵地 从而取得大胜的时候 老天爷突然天降了磅磅大雨 而且是连日的磅磅大雨 令河渠暴涨 部队当时冒险争渡 往往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淹没 据当时的回忆来说 还有个很奇特的事情 说是炮响则雨来 升停则雨止 总之庞陀的大雨 连日庞陀大雨 就让蒋介石的中央军 可以在宁领一线挡住了 灵力的西北军的攻势 这造成双方第三次在龙海线 形成了对峙局面 功败垂成 双方对峙以后 西北军攻不破中央军的防线 而禁军又在金浦县受到中央军强力的攻击 形势开始转向了中央军这一边 面对这样的形势 西北军和禁军相互埋怨 西北军将领们认为禁军在总攻击 总攻击令下达之后 前进迟滞 无法与龙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 而禁军 埋怨冯玉祥 不按照禁军的建议攻击柳和 双方面争执的很厉害 冯玉祥当时甚至说 严百川这个老地真不是好东西 这样不能同心同德 再加上蒋介石用他的银弹外交 收买和分化西北军将领 西北军和禁军的失败的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 而这个时候关键的人物登场 东北军张学良入关停奖 为什么张学良选择停奖呢 其实无论是冯玉祥 严西山江介石都知道 张学良投向哪边 哪边就赢了 所以三方都派人去想说服张学良 冯玉祥没有钱 严西山有钱 但是山西人抠不愿意出钱 当时严西山派出去的代表用于打减的钱 只有不到一万块 一万一万大元 一万大元都不到 而蒋介石的代表却得到蒋介石的受益 可以无限制的花钱 这一相比较 就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 张学良当然是入关停奖 这一入关停奖 西北军和禁军根本就顶不住了 所以中原大战 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胜利而告终 那么在中原大战失败之后 冯玉祥下野 放弃了对西北军的军权 他被逼迫 放弃了西北军军权 西北军残部的边遣事宜 除了投降到中央军麾下 投降到进军麾下的西北军 剩余的西北军残部 冯玉祥本来是想交给孙良成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由他说了算 西北军残部的边遣事宜 由张学良全权负责 张学良决定将西北军残部 编成一个军 那谁来担任这个军长呢 主要的竞争对手两个人 一个是宋哲元 一个是孙良成 而关键的时刻 宋哲元的谋士 萧振营 发展他八面玲珑的政客才干 用三千元大洋 买通了张学良的手下 得以在张学良面前慷慨陈词 赢得了少帅的信任 于是宋哲元就获得了军长一职 这就是后来的二十九军 而孙良成 却被 踢出了局 于是只能 灰溜溜的 去天津 闲居了 这来这一来 孙良成就失去了 对西北军精锐部队的掌控权 掌控权 那后来就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冯玉祥出山 在方振武 吉红昌的支持下 成立了查赫尔抗日同盟军 当时孙良成 在冯玉祥的要求下 邀请下 再次出山 任查赫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 骑兵挺军军长 他还就任了查赫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军事委员会常委员 可是在蒋介石派出中央军 讨伐并且包围了 查赫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时候 孙良成 称病返回了张家口 抛弃了老长官冯玉祥 引起了冯玉祥的极大愤怒 孙良成又回到了天津 继续过他隐居的生活 这个时候的孙良成已经开始 完全为了自己考虑 自己的势力 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利益 他背弃了他的老长官 心中都是打着自己的算法 这导致他在之后一步一步走上了出卖国家 背弃民族的道路 1939年 蒋介石委任西北军著名的将领陆中林 为纪查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 因为西北军的主要地盘是在北方 所以在迪后 在纪 就是河北 查哈尔进行抗战 离不开西北军这些老人 而陆中林当上 纪查战区司令长官之后 委任 石有三位副长官兼查哈尔主席 而让孙良成 去当纪查游击总指挥 那孙良成手里没有部队呀 于是陆中林就把冀州的民军第二路 赵云降部编为游击第一纵队 拨给孙良成指挥 我们这里来具体说一说 孙良成投日 投降汪伪政权 投日这个具体过程 为什么要具体讲一讲这个呢 因为这段历程 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当时西北军 为什么很多西北军将领 都去投日 我们这里说一下题外话 西北军将领投日 高级将领投日 是在国军各个派系里 人数最多的 比较有名的就有 孙良成 张兰峰 孙电英 庞炳勋 吴化文 想投日差点投日 最后没投成的 还包括石有三 所以投日的人数之多 将领级别之高 都是在国军各个派系中 罕见的 为什么是这样 西北军将领 因为中原大战的失败 经历过没有地盘 被捡兵 捡员 这段非常彷徨的过程 相对好一点的像宋哲元 一直执掌29军 那差一点的很多人 都是部队根本就没有了 手里原来的精锐部队都被 要不就遣散了 要不就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这些曾经身居 军中高位的西北军将领 心中对兵权的渴望 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这些人普遍的 格局都不大 西北军将领的普遍现象 心中格局都偏小 所以把自身的利益 放在了国家和民族之上 这造成了西北军将领 投日 投降汪伪政权的人数非常多 但另外西北军将领 世子抗日 血战疆场的将领也不少 张子忠就不用说了 国军抗日第一人 孙连仲 屡次跟预志军血战 台人庄大捷的功臣 之后又参加了多次对日寇的会战 曹福林 韩伏局的手下 一直坚持抗日到抗战的胜利 另外一位著名的 韩伏局的手下 也是西北军出身 范祝千 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日 最终壮烈殉国 所以西北军将领有个特点 是两头都很冒劲 抗战的属于慷慨就义 医学 建学员 而投降的也是毫无廉耻的 说祥瑞就祥瑞 而且西北军将领降日之后 往往是变成了汪伟政权的军事主力 因为毕竟这些人军事素质都不错 成为了汪伟政权的军事主力 但这些将领往往在和日本人合作的时候 依然秉承着 我只是利用你 利用你发展我的势力 发展我的部队 发展我的地盘 我并不是真心的去帮着你 去和国军部队作战 所以往往这些西北军将领 在降日之后 所取得的军事战绩并不怎么样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 说是帮着日本人去打中国人 只是想利用日本人 这棵大树下边好成粮 这也是西北军一个重要特点 那我们来说说 孙良成投日前后的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孙良成投日过程中 他手下有三个 紧随着他 从从这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他最后淮海战役 投成共产党部队 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三个得力的手下 而这三个得力手下 两个人最终成了劣势 一个人战场起义之后 这个战场起义 投奔了共产党之后 携款外逃 后来脱离军界 所以很有意思 孙良成有三个亲信 跟他一起降了日 两个最后还成了劣势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所以给大家仔细讲一讲 孙良成先开始 并没有动过祥日的心 他想祥日 是在十有三兄弟俩 十有三和他弟弟十有信 因为想当汉奸被杀之后 孙良成才开始动了这个心思 为什么呢 因为孙良成看见十有三被杀 吐死胡威 而十有三的部队 看见自己的领袖 十有三被杀 他们也不愿意 被高树勋收编 所以十有三很多的得力部下 就投向了孙良成 因为孙良成和十有三的关系是不错的 而这个其中就有十有三的参谋长 叫王清汉 王清汉这个人非常有志谋 素有小诸葛之称 之前在西北军也当过孙良成的参谋长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孙良成对王清汉是言听计从 而孙良成这个时候手下主要的部队 是赵云祥的 我们之前提过赵云祥的游击第一宋队 王清汉就给孙良成出了个主意 说让他跟高树勋见面 然后看看各方势力能不能给孙良成的部队 尤其是赵云祥的部队讨一个师的正式番号 从而增加良响和弹药 通过各方的回应再决定到底何去何从 所以孙良成就跟高树勋见了面 他希望高树勋能够带他向蒋介石那边 能够保举孙良成为69军军长 王清汉兼第四里旅长 给赵云祥再讨一个师的番号 高树勋说没问题 说我就给重庆方面发报 结果蒋介石回殿 赵云祥和王清汉的位置都一一照准 唯独69军军长一职 居然换成了碧泽宇 原来高树勋说是要保举孙良成 结果在发电的时候 碧泽宇这些人偷梁换柱 把孙良成的名字换成了碧泽宇 结果蒋介石批复就让碧泽宇当69军军长 孙良成是大失所望 而且非常气愤 觉得就被高树勋耍了 高树勋先耍了他杀了石有三 再次耍了他 骗了69军军长 于是孙良成 与高树勋彻底的是各袍断翼 率领着手下的赵云祥等部奔赴了山东定陶 大陈楼一带 而这个时候 王清汉也率领不愿意留在高树勋那里的石有三的两个团 一个是石有三的手枪团 一个是石有信 他弟弟石有信师的另外一个团 率领这两个团脱离了高树勋 赶到了定陶与孙良成会合 这一下子孙良成的势力就大增 可是问题也来了 他没有足够的良想和供应 这么多的部队吃什么用什么 所以1942年春 他召集他的手下 赵云祥 王清汉 还有参谋长富尔玉 说怎么办 王清汉这个小猪狗出了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与周树勋高树勋 严谋于好 重新投入高部 中侧是与八路军结成朋友 和八路军一起共同抗日 下侧是投日伪 徐都出路 而赵云祥认为 首先高树勋是不能投了 这小子不仗义 轨迹太多 和八路军不断冲突 不能再去投靠 因为隔阂太深 只有投靠日伪之路可以走 这样可以保存实力 扩大实力 并且另谋出路 而富尔玉表示 只能在中上策中选择 绝不能投号日伪 这会一臭万年的 从这些计策上 从孙良城手下这些 得力手下的提出计策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中下级军官 格局大一点 都出去就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像赵云祥这种地方 地方这种军阀土匪出身的 就会认为投降日伪没问题 而对于郑国军出身的 像王清漢富尔玉 就会认为绝对不能降日 孙良城呢 听了部下的意见 犹豫不决 那他开完会之后 赵云祥就去找了王清漢 赵云祥呢 就说服了王清漢 意思 八路是肯定投不了 那么高树军也不能回去 我们只有一条路 赞投日伪扩大实力 王清漢这个人很聪明 他知道当时的现实情况 要想保住地盘 保住实力 在孙良城的心中 他已经就知道 只有投降日伪这条路了 王清漢不想支持这件事 但是他知道 他改变不了孙良城的主意 而且赵云祥 军队他的实际上是部队中的实力派 而这个掌握孙良城部队 最大实力的赵云祥 想赞投日伪扩大实力 别人也拦不住 于是王清漢就对赵云祥说 让赵云祥领头通电 这样才能胁迫孙良城 做出做出这个 逼着孙良城走出 跨出的最后一步 于是赵云祥 就去联络了 之前西北军 已经 降日的 重量将领 谁呢 一个是刘裕芬 一个是张兰锋 通过这两个人和日本人取得了联系 赵云祥决定先让自己的部队投向日本人 这样孙良城就成了光尔司令 他不降日也得降 但赵云祥他知道当汉奸不是个光彩的事 于是就干了一件自欺欺贞掩耳盗铃的办法 他和日本人联系好 让日伪军对他的部下形成了包围 日本就派出了伪军张兰锋 张兰锋的部队 以及日本 这个日本部队 松氏孝良的部队 大批的日伪军就赶到了赵云祥部 住在曹县一带的村庄团团包围 凌晨赵部的官兵尚未起床 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被日伪包围了 在生死面前 赵云祥很快就说服了他手底下的这些旅团长 于是赵云祥部通电投降了日伪 这个时候孙良城就成了光尔司令了 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兵权部队 就连夜赶到了曹县 对赵云祥和王庆汉说 你们这样干叫我怎么办 赵云祥说 那你就通电就职就是 孙良城于是就正式通电 就任了汪伟军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 孙良城赵云祥的投敌 他们手下的部下有很多游血性的官兵 非常痛恨 参谱长福尔玉 首先就将于飞的游击大队拉走 接着团长段海周孔兴斋 也都率部离开了孙良城 而留下来 随着孙良城投敌的广大官兵 也都是痛不欲生 他们流行着一手顺口溜 这顺口溜怎么说的呢 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 什么都不闹 闹个当汉奸 自觉低一头 更怕熟人见 浑身是臭气 终身洗不完 这是当时很多投降日寇 进入汪伟部队的 中低层官兵的心声 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有一份活路 不得不干着汉奸这个勾当 可是心里边却知道 干这个事儿 是会被人戳着几点鼓骂的 投降汪伟政权以后 孙良城的部队就被派到了 这个苏北 抵抗 抵抗新四军 到了抗战胜利的时候 八路军方面 派了专门的工作人员 去了孙良城部 希望说服孙良城 向共产党靠拢 投向人命的这一点 但是孙良城拒不接受 他在扬州接受了 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司令 抗拒新四军 而他重要的手下 第四军军长赵云祥 在延城起义了 可是起义之后 他受不了共产党的领导 携款外逃 从此离开了军界 之后孙良城的部队 被国民党编为 暂编第五纵队 后来又改编为 暂编第25师 第一绥靖区 第167军 孙良城被任命为 绥靖区副司令 兼107军军长 谢幸云任107军副军长 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 1946年7月 中共华中分局 京护徐航特派员 周稿 周稿 与谢庆云 郭楚才 在南京云南路 西桥7号107军驻南京办事处 秘密开会 107军的副军长 谢庆云实际上是地下 购置已经是地下党员 地下党员 是情报战线的工作者 他们当时秘密开会以后 决定要策动 孙良城部起义 策反的重要重点对象 是孙良城和107军 中将副军长 兼260市市长王清汉 我们之前提到的小诸葛 王清汉 这里我们要具体说一下周稿 之前大家可能最近看过 大陆的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 风筝 风筝里的主人公 让我们很多人印象很深 堪称是情报工作战线中的传奇 我们这里提到的这个周稿 实际上就是类似于风筝 那个主人公的人物 他是黄埔军校五期学生 当时他的身份 他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少将军统特务 这可是不得了的身份 军统中军衔能达到少将的 都是大特务 周稿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军衔 为什么在军统中是身居如此高的位置呢 原因是他在1935年加入军统之后 被派到了敌后的南京 他就任了南京潜伏站站长 负责重庆军统局与汪精卫 政权要人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 周佛海在抗战期间 与军统的秘密联系 以及和军统的合作 我们会在另外的系列里会讲 但周佛海和军统之间 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而之间的这个纽带就是周岗 他和汪伟政权的很多高级将领 都有过来往 所以他和孙良成也是非常熟的关系 周佛海对周搞的评价是人极稳练且有见识 非常赏识这个人 周搞在军统南京站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他在南京的区域划分成立了八个组 在他的任内 他与伪军孙良成张兰峰吴化文 郝彭君的等部都建立了联系 工作卓有成效 戴力极为欣赏 所以迅速的提拔他成为了军统少将 周搞为什么后来变成共产党了呢 是因为在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之后 他被关押了 关押审查 罪名是贪污 而周搞实际上这个人是很清廉的 他绝对没有做过贪污 为什么抓他 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周波海与重庆方面的来往秘密 周波海后来在抗战结束以后是死在了 死在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 这个这个暗示下 暗示下被被除掉了 但周波海实际上在抗日期间 与重庆往来很多 很多的秘密都是周搞所知道的 所以周搞就触及了国民党很多权势权贵方面的利益 这些人想置周搞于死地 后来幸亏代理飞机逝世后 军统局中的周搞的朋友说情 周搞才最终获释 这样周搞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而周搞年轻的时候 在黄埔军校就接受过共产党的教育 思想上比较左倾 他还参加过十九陆军的福建事变 有过共党嫌疑 当他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灰心丧气之时 他在做敌后工作的时候 认识着汪伟的一个上校叫徐楚光 这个人实际上是地下共产党 这个地下党员 徐楚光跟周搞的关系不错 当他看到周搞心中迷茫 在寻求出路的时候 就向周搞打开了共产党的大门 于是在1946年6月 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策反下 周搞转投了中国共产党方面 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委员 被委认为宁护徐航特票员 负责搜集情报 策反已经投靠蒋介石的 原汪精卫汪伟政权的这些军事将领 周搞对孙良成的策反 也是九死一生 他中间 首先因为中共叛徒的这个告密 他被毛人凤抓了起来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 而周搞又在军统局中 属于位置极高 人缘很好 没有证据 所以只好把他释放了 可是很快不久 又是因为叛徒告密 他的上线 许主光被逮捕 而许主光的交通员也被捕 交通员供出了周搞 周搞与徐主光有关系 而中共叛徒又供出了周搞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二次被抓 还遭受了酷刑 可是周搞打死就说是别人的诬陷 他在军统局的好友 另外两个少将级的军统高级特务 向毛人凤上书担保 说这肯定是别人的反见计 这样周搞才获释 但尽管有如此多的风险 周搞始终保持和孙良成的联系 希望能够策反孙良成起义 而孙良成身边的谢庆云 也通过他的身份 不断的向孙良成跟他讲 蒋介石根本是把杂牌部队不当人看 与其这样不如投向共产党这边 两个人还不停的跟孙良成讲 共产党是仁义的部队 是新中国的中国的希望 而孙良成这个人 完全是一己私利 而且狡猾多疑 缺乏诚意 他当过汉奸 和共产党也打过仗 他迟迟下不了这决心 他没有把握 他一旦投向了共产党 会不会被踢出部队 从此没有兵权 孙良成对自己的兵权看得极重 所以策反工作进展极为缓慢 到了1947年秋 谢庆云和周搞 针对孙良成脚踩两只船讨价还价 就研究制定了对孙良成采取一打一拉 促其起义的行动计划 而华中分局和华东军区表示同意 由华东军区派部队配合行动 于是解放军一步就按照计划 向孙良成的部下孙玉田的施防区发动了猛攻 歼灭了约一个营 在打的同时 谢庆云继续做孙良成的工作 而孙良成还是那个老调 说不着急 还是再看一看再说 后来淮海战役就打响了 华东分局指示 周搞 谢庆云和郭楚才 加紧对孙良成部的策反工作 他们将策反重点从孙良成的身上 先移到了王庆翰的身上 因为王庆翰一直对孙良成不错 不离不弃 交往颇为深厚 而且王庆翰这个人思想进步 在抗日的时候 他提出三策中 投降日委是下策 而和共产党合作是中策 那么在王庆翰对国民政府 也是失去信心 觉得中国的出路不在国民党身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王庆翰很快就和共产党达成了一致 他被接收成为了中共特别党员 也就是在淮海战役 黄葡萄兵团和孙良成的一定弃军 即将被全监之计 那么谢庆云 王庆翰和周瓦 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三个人一起 希望孙良成能够通电起义 拳后再三之后 孙良成终于答应把部队集中起来 然后通电起义 可就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派飞机 又给他送来一笔亲笔信 对他进行未免 孙良成又发生了动摇 他亲率107军大步 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狂跑 解放军一看 孙良成又想反复 就马上大部队尾随而来 二纵奉命就将他给包围了 周搞他们三个人 这个时候已经无可奈何 觉得孙良成简直是胃不熟的狼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周搞再次指身闯入地营 劝孙良成尽快投诚 可笑的孙良成这个时候 居然要争取起义的待遇 周搞就跟他说 给你起义的待遇你不要 现在恐怕已经晚了 但周搞依然陪着孙良成乘着吉普车 来到了二纵第五师师部 见到了五师政委方冲卓 孙良成见到方冲卓以后 要求解放军给他翻号 然后率部到长安级起义 方冲卓当时就跟孙良成 义正言辞的说 说孙将军现在你再来说起义 糊弄小孩子呢 我们过去相信你 曾经几次给你机会让你起义 你迟迟没有行动 这些周搞同志都可以作证 现在你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缴械投诚 孙良成当时嘴上还不认输 他说起义的事是跟贵方联系好了 你们不能失信 周搞当时忍不住就反驳他 说到底是谁在失信 联系好起义 你还带着部队往徐州跑 直到包围了 你还提出要求到30里外的长安级起义 这哪里是真心起义 分明是缓兵之际 想借机脱身 丢支大吉 孙良成当时哑口无言 但依然还想争取起义待遇 方冲卓直接就向他展示了 解放军上级的命令 当时上级命令是这么写的 孙良成一贯反复无常 身陷决地才想着叫起义 不行 他要投诚就投诚 不投诚 就地无力解决 孙良成面对如此的严厉的命令 只好答应说他投诚 于是他一万多人的部队 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战场投诚 可是孙良成这个人心有不甘 他心中觉得 共产党没有给他他想要的东西 一有机会 他必然反复 而孙良成投诚之后 谢兴云不顾个人安危 又回到了107军南京办事处 利用他的身份 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谢兴云周稿王清汉 对孙良成这个人低劣的人格 估计不足 之后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 这个时候 在徐梦战场上 最后想要收尾争取的 就是国民党第一随政区司令员 刘如明 刘如明和李年年在蹦步 是在淮海战役这盘大旗的边缘 如果能把刘如明策反过来 淮海战役就是完美无暇 完美无暇的结局 所以这个时候 中共华东分局和华东野战军提供部 经过深重研究 接受了谢兴云周稿和王清汉 想策反刘如明的策反计划 但这个策反计划的关键点 就是在于孙良成 孙良成一定要合作 而且要真心的帮助共产党 去说服刘如明 可恰恰是这个关键点上出了问题 孙良成 他的狡诈心理 周稿 王清汉和谢庭云 估计不足 孙良成 听到周稿和王清汉 跟他说起这个计划 他心中想的 并不是如何能够策反周若明 而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 再回到国民党那边 于是他说 没问题 试一下 不行再说 他就同意用他的名义 给刘如明写封劝详信 并派他的副官尹严俊 去给刘如明送信 当时孙良成写好了信 交给了周稿和王清汉过目 等着周稿和王清汉走以后 他把他的副官尹严俊 悄悄拉到一边 跟他密语说 向刘司令当面交代 信是被迫写的 不足为证 希望刘司令念多年的交情 帮助孙某脱离危险 立功赎罪 效忠党国 于是尹严俊 到了邦部随靖区司令部 见到刘如明之后 就把孙良成的意思 告诉了周祝明 密谋了假起义 真诱谱的详细计划 于是刘如明一面命令 尹严俊携带同一起义 需孙良成周稿王清汉 亲自来邦部面役的假投 假强信 返回了淮北 一方面电告了南京 国民党当局 马上逮捕107军 驻南京办事处的谢庆林 那王江汉 周稿两个人 在收到了尹严俊 带回来的信件以后 觉得没有问题 于是决定冒险 亲自赴邦部随靖区 司令部策反周祝明 就这样 周稿王清汉和孙良成 尹严俊等10余人 去了 邦部的随靖区司令部 结果一到刘如明那 刘如明就关上大门 派人把周稿和王清汉 以及其他的几个共产党的干部 全部给抓起来 当夜就换乘火车去南京 王清汉在火车发动不久以后 曾经成功的跳下火车 准备逃走 结果被两个卫兵发掘 又被抓回了车站 次日到达南京以后 周稿王清汉等人 都被就被保密局的特务 看管起来 而谢庆云也被保密局的特务 在107军驻南京办事处附近 被抓获 被捕 周稿王清汉 谢庆云三人 被抓入狱中之后 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 百般利诱 希望他们能够投降 可是这三个人 坚真不屈 最难得的是像王清汉 这个作为从西北军出来的旧军人 能够在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 坚持自己的信仰 不再投敌 面临生死 绝不低头 这是很难得的 最终谢庆云当时被装进麻袋 丢入大江中壮烈牺牲 而王清汉和周稿 也是壮烈牺牲在了羽花台 在新中国建立的黎明 这三位烈士 为着新中国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孙良成 而孙良成 从邦部到南京 向蒋介石请罪请公 蒋介石也很恼恨他的变来变去 蒋介石最痛恨的就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 就把他投入监狱 但很快又将他释放了 1949年4月 孙良成从无锡到了上海 住在他小老婆的地方 他没有钱 也没有了军队 没有了实权 也就没有想去台湾 后来上海解放 周搞烈士的遗孀 一直追寻着孙良成的下落 因为心中对他痛恨不已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害的他的丈夫 这个从此阴阳两个 最后苍田不负有信任 他最终找到了孙良成 就向军管会报告发 孙良成呢就被捕入狱 被关在了山东战犯管理所服刑 在1951年底的一天 在这个监狱中的训练团的 学习讨论会上 孙良成突然口吐白沫并昏倒 经医生抢救 诊断为中风 1952年3月 他病死在山东渝城寒庄 孙良成 他的性格 自私自利 反复无常 无信无义 从刚开始 西北军的重要将领 到后来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可以说让人可悲可叹 也是可恨 如果不是他 周稿 谢幸云 王清汉 这些英勇的烈士 也可能就活下来 可以见到新中国的建立 就是因为孙良成 这些非常坚真的 有着忠贞信仰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就最后牺牲在了 共亲中国的黎明里 这期我们讲的孙良成 代表着一批西北军 反复无常 墙头草的军事将领 他和石友三 以及后边我们会讲到的 唐炳勋 这些是西北军中的 投降派的代表 个人利益至上 放弃国家民族的立场 这些人在历史上 本来可以为国家与日寇雪战 留下青史中的一笔 却偏偏选择了祥日 给自己的后世 留下了无尽的忙 给自己的后世